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先把控压机的电源先给它接上 然后这个时候控压机已经开始在运作 再往这个罐皮里面再冲气 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气管先连接上 首先这边我们突然先接一个三通 然后这边呢我们就把它连接到拖泡机上面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先是要把这个蓝色的圆环先把它按下去 这样这个气管就可以才能很好的把它插进去 第一步我们也是先把这个电源线 先给它接起来 然后第二步我们就把 TLG的气源 把它接起来 接到控压机的 逆口 接下来我们就接到冰冻棒 面编冰棒的电源线 还有个QRG的6侧 刚刚慢得起板 他在QRG的6侧 tissue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机 看一下机器舒服正常 这边空压机已经充气完毕 现在只需要打开气房 TW机在断电的情况的时候 这个门是关上的 第一步我们先打开电源 门就打开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气压是否正常 气压一般在调到5到8公斤之间 现在是7公斤 然后这个是调节贴合压力的 贴合压力需要在手动模式 然后按这个下压开关 它这个气栏压板就压下来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看得到 贴合压力 顺时针我们是调节调大压力 逆时针旋转是调小压力 然后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的贴合压力一般都是在3公斤 贴好之后我们就把这个黑色的环 按下去就OK了 然后这一个是手动模式里面的开关 这个是下压开关 这个是下压开关 然后这有一个抽真功都是手动模式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检测一下真功值是否正常 这是下压力颈的 然后我们的真供度是能达得到100了 真供检测完毕 然后这个台关就是破真供的 卸压 卸完之后就可以把门打开了 然后如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我们先按到几停 然后我们再讲解一下 这一个的话就是调节那个 调节这个门关门的速度的 调它的快慢 这两个调节法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参数设定 这里是贴合时间 通胆情况下 我们在贴合曲面平的时候 我们的贴合时间都是调到30秒 然后温度是调到40度 然后这里下压次数 下压次数我们根据贴合的实际情况 有一些可能需要压两次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里 下压次数可以调整两次 这里间隔时间可以调整三秒 然后我们可以操作 然后掩饭一下 下压次数设定成两次 就是里面的压板 间隔三秒 不后可以再压一次 我们下压的压板 我做不及 我们zuk 被我们下压板 你 나쁘得 放入冰箱 这是我们的骨肥看到 前两百度下来的第二份 这个操作就是结束 然后在正常操作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设置成下一次数设置成一次 替合时间调整20秒 设置完成之后恢复到自动模式 然后在触摸屏上我们也可以按启动 这里有个物理按键也可以启动 两个的功能是一样的 当我们再按启动之后 T2G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这个枪体里面的空气把它抽干净 抽至到设定的真空值达到98的时候 然后气囊才会往下压 当它压下去的时候 里面是保证绝对真空 压完之后 会往里面冲气 把原来的真空值 真空给它破掉 卸压 然后这个门才可以打开 然后我们将那个做好的 贴好的总盘 然后就可以放在脱发机里面 然后就可以放在脱发机里面 这个脱发机的操作是很简单的 这边是它的电源 一按这个绿色的按键就开始在工作 然后这边是加热开关 一般图号的温度都是设定的50度 设定的时候首先是按这张按键 然后操作的键头可以移动 修改参数 修改完成之后 再按一次就确定了 然后这边是调一个除泡的时间 中间红色的字母是单位 M是分钟的意思 S是秒 H是小时 一般都是调的M为单位 现在调的11分钟的意思 然后脱发机的压力一般都是调到6公斤 压力调节的话就在这后面 我们需要调压力的时候 是把这个黑色的手柄往上拉 顺时针旋转 是把压力调大 逆时针旋转是调小 调好之后我们把这个黑色的盖子按下去就OK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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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